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Me Before You 趕在入U 前的這個series 這個series會邀請到不同大學、不同 degree 的大學生來跟我們做一個分享 我是今天的主持,我是Alfred 我是今天的主持,Thomas 我開心今天邀請到一單獨 business 的學生跟他做分享 不如Winston,你開始介紹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Winston 現在就讀於香港科技大學環球商業管理學系列年級 大家好,我是Brian 我現在在香港中文大學讀IBBA的今年2月2月 大家好,我是Bosco 現在在香港中文大學讀了Goal Business Studies 現在是Year 3 大家好,我是Kony 我現在在香港EU IBCM Year 4 那麼多位的interviewee都是由這個business的朋友 那麼其實你一開始會選這個major的呢 會不會和你們中文有些什麼經歷有相關呢 其實一開始我就在FORM 4的時候參加了 由香港科技大學舉辦的business summer camp 那麼在那個時候就認識到很多先知者 都在那裡和Globe Business都很忌穩的 都在那裡聊過 那麼在那個時候就隨著對這個major的認識加深 那麼其實都激發了我對這個major的興趣 那麼特別可能是他其實是更加像一個community 然後他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資源給你等等 那麼所以最後我就決定去Global Business 嗯,跟Winson差不多了 那麼其實我都是在香港的時候 參加了香港EU的Summer School 那麼就學到呢 發現原來business和錢其實不是很掛勾的 不是business就不喜歡錢了 那麼所以就改變了我自己一個mine tech 然後覺得其實business其實會很有趣 包括那時候很多不同的theories 例如blue ocean、red ocean 怎樣做marketing 這樣怎樣將這個one dollar的value maximize,所以拉下去 所以那時候機器座就有這個興趣了 跟兩位同學有一點點不同 那麼我在中學的時候就看了一本書 就叫尖指日記 那麼就有一些CUHKGBS的alumni去寫 那麼它裡面講到其實 其實CUHKGBS的alumni 他們的出路很diverse 就是有些人做社企 有些人去做MG 有些人去做MG 有些人去做Investment Bank 和consulting 什麼都有 那麼其實對於當時還在中學生 我覺得這個optionality 或者他們一個這麼diverse的career planning 很appealing 也是一個為什麼我最後選了 Global Business Studies的原因 那麼我自己其實就 其實就中學的時候想試很多不同的東西 想再發覺一下自己 那麼所以我當時其實我中學讀的科目 我跟business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當時我用physics、chemistry、ICT和M2 但是那時候就 考完DST出來之後 就想可能試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我最後就在大學選了business 所以其實都是有些 其實現在想起是有一點無疑的 但是 基本上我又看完這件事情 也是很有趣 很特別的 那麼其實聽剛剛各位這樣說 可能business 比較有人吸引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比較diverse的出路 或者讀的東西 可能都是很不同的 那麼可不如大家去講解一下 其實你自己的MG 有沒有什麼很特別的東西 或者是其他科目或其他大學是沒有的 嗯 例如我們COMU的IPG 其實我們的MG是很flexible的 因為我們整個program 是要你減量的 所以第一個MG要讀的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Growth Management 就是關於business and management 相關的一些學科 就是這些課程 那第二個MG 其實可以選擇你以心意的一個方向 你說你喜歡文化的 可以讀Bart 可以讀Culture 可以讀French 可以讀不同language 或者你喜歡science 你可以讀peuter science biomedical science 等等 所以基本上我們整個方向 都可以給到同學生 很多不同的選擇 令到自己找到 適合自己的一個行方 或者自己的出路 嗯 嗯 其實我們中文大學的IPBA 都是跟剛剛Kony這樣說 有些 我都會叫它做flexible 因為我們中大的IPBA 跟其他學院的business board 是不同的 我們是一個大類修身 Integrated BBA 即是一次過就進去了 所以頭兩年 我們全級的人讀的course 都是一樣的 那就不會說你一進去 就靠Ju Plus 你就會讀了CEO的Marketing 或是CEO的Finance 就不會的 所以大家在頭兩年 都會對business 是一個基礎的形式先 然後去到E3、4 我們先再因應自己 在頭兩年 發掘到自己的興趣 在哪方面 適合自己 然後再選擇一個concentration 這個應該就是我們 中文大學的IPBA 跟其他學校的business 不同的地方 那麼中文大學的 Global Business 它比較特別的位 就是它有cultural integration 因為跟你普通的交易不同 例如你一個人 可能去EO 去Warton 我們中文大學的Global Business 是中文大學 Cupentega Business School 和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一個Tricontinental的交易 因為這三班學校裡面 各抽了18個人出來 一起學東西 一起去不同地方 去遊歷 其實這個cultural integration 是一個挺特別的 一個feature 如果是USTG的Squad 如果是USTG的Squad 其實我們cohort裡面 我們會自己 組織很多不同的 Scene Initiatives Team 例如我們其中有一隊 叫做 Care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我們最主要就是 可能會搞很多不同的workshop 例如做一段會 我們剛剛做了 Venture Capital 然後做過 Investment Banking 等等 我們cohort內 都會有一些 自己去搞的活動 就好像 Long Leadership Forum 我們會邀請一些外界 雖然不是這麼難 但是可能 邀請他們就著 可能下馬一些 比較Hot的項目 去做一些 他們自己的看法 和讀到 可能分析 聽起來 對大家的business degree 其實都涉及到 很多不同的範圍 但其實你們會覺得 會不會有哪一種 留言 有哪一種性格的人 會比較適合 去讀你們各自的媒體 或者我講一下 其實我覺得 可能我的科目 IBBA 其實就是 剛剛提到 是一個很 flexible 的一個 course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都要靠你自己去 發掘出來 所以我會說 可能有 冒險精神 或者比較 adventurous 這一類人 來讀 這個IBBA 可能他們會獲得 更多的東西 因為我們會很 eager去探索 不同方面的東西 即無論是 inter 我們去參加 我們會加入不同類型的公司 或者我們在 學校裡面去參與不同的活動 其實可能 入了business 這一科的自由度 就大一點 讓你去發掘不同的東西 嗯 很不同 其實business degree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人 因為你在 business 上 有很多不同的學博 可以有 Finance 有HR 有Marketing 就是如果 不需要說 你一定很 很高的進行 就可以到business 其實不是的 你一個很喜歡想 很喜歡 例如 Ryan所說 很喜歡explore 其實都不適合去到business 其實Apple 翻單位說的 其實正正因為 business 是一個這麼廣的 degree 亦都是 delayed specialization 就是你可能過了兩年 你才知道你究竟是想專門 所以在讀的過程之中 其實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要想一下 如何去maximize 你創造到的value 就是你經常要想一下 你的end goal是什麼呢 究竟是什麼對你來講 是重要的 去描述一些principles 去加你的decision making 那你ultimately 才會figure out 究竟你的落腳點 是怎樣 其實business 真的蠻特別 因為它有很多 自由的空間 給它發揮 但是 再做個位 讀了家庭 business 那你會不會說平日 除了有學業以外 你有沒有什麼活動會去做 或者其他business student 很喜歡做的 去找到自己的興趣 或者去 可能你所說 maximize your values 這樣 嗯 那或者我可以先分享 一些 那我想我或者先從 實習這個切入點 可以講解一下 其實實習對我來說 其實是 是很容易 也是很寶貴的機會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在書館上面 學到的一些智識 其實未必真的 一方面未必 apply到在現實世界 另一方面 其實很多時候 可能我們上網 擁有的一些 然後或者大家 就是社會對 business students 的 perception 是不是對business我們 最好的 一定是做 consulting Mainlesson Banking 又或者可能有很多 先入為主的一些 成員 那樣的 但是我覺得 真的通過實習 你才可以 通過一些可能 很多thands on experiences 就可以知道 其實我到底 是否適合這份工作 或者其實我將來 我可能 二三十年 我的care development 應該 向哪一邊發展 那所以我覺得 實習對business students 是一個很重要的 亦是大家應該 擁有的機會 其實Winston 我剛才提到一個 很好的 尤其是 尤其是 一個業務 是很需要去 分析中間 跟工作 那除了實習之外 其實有另外一個方法 做到什麼 就是參加了一些 因為 case competition 可能是一些 合作者 想開放一些想法 所以很多時候 其實你是去面對 一個真的公司 一個真的客戶 那你也要想一下 如何發展一些 一些 feasible 和一些 effective solution 去解決 它那個很 particular的問題 那其實 三更大學都有 他們自己的case team 就是派一些 學生去打case competition 那例如 在中文大學的case 我們有case competition team 那我之前 裝了這個組織 那次有得去 不同的國家 去玩international case competition 剛才都說到 cultural diversity 和 global perspective 很重要 那去了 日本的福岡 去了墨西哥的葵德拉哈拉 去了 泰國的蘇梅 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遇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遇到很多不同的類型的人 除了說 在學校玩的case competition 是一個模型 就是幫公司做insulting project 其實很多business的學生 都很喜歡自己出來 創意它的sulting 真的嘗試了解 一個真實世界的business world 是怎樣運作的 那例如我自己這樣 都有很多不同的經歷 包括就是 現在做一些3D printing的sulting 一些是snoker academy的sulting 所以其實 透過一些真實的sulting 你真的可以提及到 就如Vincent所說的 一些有theories 如何apply進去真實的世界 例如你怎樣做wide hitting 怎樣做你的positioning 怎樣拍攝你的client 所以這一方面 就可以給你一些人生的經歷 嗯 嗯 其實剛剛大家說的 那些都是比較 可能是typical 一些 大家可能 我們在中學的時候 想到一個business school 他們對此出來 可能就會做這些事情 其實我自己 可能比較特別一些 我平時 可能做事 就是以興趣的眼線 所以可能不是很typical 對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們在business DF4的 可能不同講師 學到的東西 其實在日常生活 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運用出來的 那就是好像我現在這樣 那我就會 就是我 在一些music的studio上 上班 那樣 所以有時候 可能一些 本地的band 他們搞show的時候 我都會去幫忙 對 這方面就是我的興趣 那我可能平時 在business school 學到的 可能是一些management 或者其實其他 的一些管理 或者怎樣去 對 這些skills 其實都 放回他們 其實都是很 對 都是很適合的 或者說到music 這方面 其實之前 我之前在香港 都文大學的線行書院 都有搞到一個music society 那其實 作為一個business student 我們是有一個 flexibility 和時間去engaging 那些extracurricular initiatives 那其實在一個 在一個music society 裏面都有enggage 其他有德福人 的事業基金 的scholars 去做這個initiative 那是一個 挺 fruitful的 的experience 以及都適合到 business裡面 學到的management skills 那聽到的 business student 其實在課學時間 以外的生活 都幾多姿多彩 即是有inconship 又有case come 又有start up 甚至乎是business以外的 一些experience 都可以涉及到 那其實呢 我知道呢 如果在一個business degree 裡面呢 其實exchange 都是你們的degree 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部分 不過可能現在 就是疫情關係 可能現在 在international travel方面 都比不太方便 那但是不知現在 各大院校的 那是exchange方面 的光牌 現在是怎樣的呢 嗯 那如果去科大 來說 其實我們上個 semester 本身可以報的 exchange program 其實是被我取消了 因為有covid 但是 對於我們 沒有一個program 即是知道你是business school 那你的exchange 其實都是自己去報 那你報的時候 你可能先經過 GPA的screening 然後你再過可能 兩間院校 即是科大 和你上去的exchange partner 去做一些interviews 那這樣 那這樣 最後可能就會 shortlist 一致到 可能不在同學 那就可能 在某個 semester 就可以去到一個exchange 這樣 嗯 那其實on top of 剛才 其他院校 他們的exchange 都是可能是 Business school 或者Business faculty 那樣 那其實我們中文大學 比較特別一點的 因為我們是分書院制的 那我們有九個書院 那所以除了是Business school 或者這個faculty 給我們的exchange offer之外 我們自己的college 其實也有一個exchange offer 那在中文大學的case 那如果是在Global Business 裡面呢 那其實那個exchange program 是包了 那好像之前這樣說 就是去丹麥和去美國去做exchange 那是included in the program 不用另外再去報 那其實剛剛 聽大家說 其實讀Business是真的很多 知多菜 有很多活動 甚至很多人都會 特地在課員時間 去自己搞一些start up 不同的活動 那去enrich一下 你的生活 那可能身為中學生 很多人都會想 那你這個生活 這麼做 那你怎樣去balance 那麼多東西 有沒有說 你的priority 是什麼呢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的priority 應該是想 找找自己 挑選的東西 是想成為一個什麼人 做什麼工作 或者什麼職業 因為正如我所說 Business 其實可以有很多出路 你可以出來做consulting 你可以出來做investment banking 可以自己搞start up 可以繼續做 讀academia 讀postscript 讀professor 那所以我自己就 很堅強於 嘗試一下不同的方面 那究竟看下 自己適合哪一個 哪一個的 即是哪一個到向 那所以就從而去 不同的聊天 嘗試 甚至拿一些intenship的經驗 去發達一下自己的興趣 Kony剛才都說到 其實跟不同人聊天 是十分重要的 Business 大家都會聽到一個 經常講的字 就是Networking 其實在我的場面 我覺得一個priority 反而是認識多些人 那為什麼呢 正如之前所說 就是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要思考 如何去maximize 你創造的價值 其實你認識多些人 才可以知道 你怎樣幫你 不同的認識的人 去創造價值 那這個是the path to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growth no matter for a person or a company 都是這樣 那對我自己來說 如果要排排位置的話 我會將興趣排在頭的 其實就是正正因為 我們現在在這個 business school那裡讀書 其實剛剛我們說到 其實business school 給了我們一個最大的 特別之處是 好有這個flexibility 那就是因為這個flexibility 令到我們可以涉及更多 不同的東西 從而去可能達出自己的 convers zone 去找一些 去drill on自己喜歡做的 興趣 那這個就是 business school 給了我們自由度 可以帶來的東西 那我自己的話 我現階段 我要考慮一下 在fossile development 因為我想在自己 真的發掘到自己 真正的興趣 或者自己 將來的老學之前 就真的可以 get myself well prepared 還有希望通過個人發展 即可能無論是你自己 外面多參加 多一些不同 即多人受過程 不要只能確限在 business的圈子 可能是一些social events 可能是一些 ngo等 那通過很多 不同的經驗融合 底下 找到自己真正的路向 還有也可以 即確保自己 在將來去 面對一些 潛場機會的時候 是可以 eligible去提供 不同的task 那聽了大家說了 我分享了自己各自的priority 那我都相信 你們會有些什麼tips 或者你們覺得 一些比較重要 比較key的message 可以告訴我們的聽眾 會怎樣可以 achieve到你的priority 或者找出自己 比較有興趣的地方 為了我先 我覺得 你作為一個bissel的學生 作為一個 不是讀bissel的學生 都好 其實呢 就不要有一個fake的mindset 或者說一些事情 例如說 你不要覺得我讀bissel 一定要做i-bank 一定要賺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例如你讀finance 你都可以繼續讀上去 做professor 去教書 甚至說 你想出來做ngo 做startup 做entrepreneurship 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你一開始的時候 就要保持一個 open-minded的mindset 去跟不同人的聊天 去嘗試一下 去認真了解一下 這個是不是真的 你所想的 例如說 你很想做research的 你去嘗試一下 做一個research assistant 發覺 那件事適合你做呢 就知道 那些事經常性做 Data cleaning 做requestion 做很多不同 很technical的一些practices 你要試過才知道自己 是否喜歡 所以我覺得 作為一個 年輕一點的學生 你真的要試清楚 想清楚 自己是否喜歡那些東西 還有那些東西 是否適合自己 嗯 除了剛才 Kony所說的open-mindedness 其實對一個business major 來說特別是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business major 它是一個很specific的方法 去思考的東西 就是很profit-oriented 其實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你要懂得多些不同 major 的東西 尤其是 beyond business 因為這個可以擴闊到你的世界觀 令到你的mindset 不要pigeon roll 嗯 其實好像剛剛Kony這樣說 其實我也非常認同 我覺得 有個tips給大家 就是最重要是 喜歡自己 就是你要好 知道自己是 喜歡做什麼的 知道自己是想做什麼的 然後你才去做 而在business 這個business school裡面 這個幾年的大學生 其實就是靜靜給你去發掘自己 看看自己是喜歡什麼的 才去做 那可能我再加上 那可能我自己會覺得 be-rounding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機會一定會存在 但是我到底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十多個月 把握了這些機會 那是另一回事 那所以對於我自己來說 那在我真的可以抓住 很多不同的機會門 可能在職業 或者在外面的 opportunities之前 我一定會確保自己是 就是真的 be-ready to take on these tasks 那聽了今天 那麼多位 讀business的同學 上到來做這個分享 都相信真的 令大家惡意量多 那都再次想多謝各位 今天抽時間上來 去為了一個小事的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 都會繼續有 不同的session 邀請不同學 各位大學生 上來做分享 敬請大家繼續留意 好 那如果還想看 什麼topic的video 或者有什麼comment的話 記得在我們下面的影片留言 拜拜 拜拜